Hello 大家好 我是五哥 冯蒂默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作为斗鱼人气主播和一名资深网红 冯蒂默要求韩国妈妈了 受邀参加韩国的音乐颁奖典礼 本来是值得骄傲 但网友却不买账 纷纷炒起这件事来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妈妈 其实妈妈就是亚洲音乐大奖 创办于1999年 是韩国来自亚洲最具规模的音乐家家 在韩州的带动下 妈妈也致力于走出韩国的第一步 便是打入中国 近十年来邀请了众多 类似李宇春 莫文蔚等人气实力歌手 在15年台10开麦唱跳《Play or Pay》 戏场全开 并且获得了亚洲最佳艺人奖 最值得骄傲的莫国与陈奕迅 以一手浮夸 不怕全场大不唱 虽然T的韩国直接在直播时 点掉了陈奕迅表演 但还是给中国人掌了不少点面 你叫我做浮夸吧 夹几声香声也不达 我再长有活长废话 要以离开吗 构欠私底里吗 而人类流伐吧 一心只想你惊讶 我旧世纪没全彩 那我重处吧 世纪也愿意 说我知现在存在吗 连事我变在只向天花 冯天莫作为如今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网红歌手 在韩国又被封为喵歌曲女神 对于妈妈这种靠人际 帮她奖上的典礼再次喝不过了 毕竟冯天莫的学猫叫 是韩国宅兰大声尖叫的心在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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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管冯天莫够不够够参加妈妈 但既然受邀了 就希望能表演点 能彰显我们中国音乐素质的东西 不要让韩国人认为我们的音乐 只有喵喵喵 毕竟韩国人内心自大到 觉得自己国家音乐最厉害 最后你觉得冯天莫参加妈妈 会表演哪首歌呢 记得留言讨论 我是吴哥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